加拿大反华议员叫嚣要驱逐中国一外交官事件已经闹腾了一段时间 这名反华议员叫庄文浩,父亲从我国香港移民,因此算是华裔血统 不过越是这种海外高华,反华手段之狠毒与卑劣,比欧美人更甚 最开始,庄文浩只是在美国国会闹,我们就没有升级试探 直到加拿大外长上手在国会接受质询 以官方身份回应,加拿大外交部在考虑驱逐我国一位外交官 我国驻加拿大使馆立刻约见加拿大外交人员,提出严正交涉 同时警告我们会奉陪到底 我从上周就一直在关注该事件 当时就判断加拿大驱赶一名我国外交官恐怕无法阻止 重点是我们如何反制,多久才反制 中国外交面对外国因为内部党争,而挑衅转移矛盾,如何反制,多久反制 这都关乎我国那句奉陪到底有多大分量 这次在加拿大政府宣布我国一位赵姓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后 我国在几个小时后就官宣对等反制 将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领事认定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13号之前离境 我特意关注了一下,两国政府官宣驱逐外交人员的时间差不到24小时 这说明我们的预案一早就做好了 加拿大鬼子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反制到什么程度,加拿大鬼子接下来什么反应 我们后续招数都考虑周全了,才能几个小时就反击到位 实际上,我国与加拿大既没有地缘冲突,也没有供应链与科技争端 两国贸易也是互补关系,原本不该有解不开的仇怨才对 可是过去几年,加拿大一直充当美国反华的先锋狗腿 作为昂撒人五眼联盟的议员,针对我国台海、香港以及新疆问题干涉内政从未停止 讽刺的是,加拿大这次驱逐我国外交官,用的居然是干涉加拿大内政这个借口 这次反华议员庄文浩的操弄,源头还在他两年前提出的新疆绵反华议案 2021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少数反华议员,为了打击我国新疆棉花的优势产业链 通过了新疆棉社及强制劳动的制裁法案 面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反华谣言,我们当然要进行反制 对于在西方国家操弄反华议题,为自己博取声望而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狗腿子 我们当然要直接对他们进行制裁 于是在2021年,我们制裁反华议员庄文浩 禁止他进入我国大陆以及香港与澳门 同时也不许大陆与港澳的任何经济实体与庄文浩有经济往来 过去,曾经有网友认为 我国这个限制入境与限制做生意的制裁没啥威胁 但实际上以我国的庞大经济影响力 这种制裁是能让这些反华议员感到痛楚的 庄文浩因为父辈是香港移民 所以他还有一些亲属在香港 那么作为制裁的一部分 他可以把亲友接到加拿大 如果他不接,却想来香港照顾看望亲友 那是来不了的,甚至银行转账也不允许 这就是制裁的威力 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 我国对庄文浩制裁后 对他与香港亲属的经济往来进行干预的 就是我国赵姓外交官 被庄文浩指责干涉加拿大内政 可是前年我国对庄文浩的制裁是依法反制 不是无端挑衅 所以赵姓外交官就算限制庄文浩 与香港亲属的经贸往来 那也是正常履职 庄文浩被我国制裁已经两年了 如今他拿这个为借口 操弄驱赶我国外交官的政治闹剧 关键还是找借口向美国主子表忠诚 最近几个月 无论是英国加拿大 这些昂撒人传统狗腿 还是日本韩国这些亚洲狗腿 反华力度 主动撕咬都变频繁了 感觉几个狗腿在争宠一样 国内有网友以友邦惊诧的角度 提出英国要窜台 加拿大要驱逐外交官 菲律宾要增加美国驻军 日本韩国都要加紧干涉台湾问题 这么多国家都疯狂地咬我们 是不是咱们的外交方针有问题 所以惹中怒了 美国的这些狗腿 最近几个月表现得这么激烈 仿佛争宠 关键不在于我国对这些国家各自的态度 实际上 如果分别看于每个国家的外交新闻 我们对谁都留一线 都给了面子留缓和空间 可是依旧无法改变 这些国家都在过去几个月 更加急躁和争宠的反华 关键点在哪里 关键点就在于 中国拒绝了美国的高层往来 美国过去几个月 爆雷的银行资产 已经远超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 而美国的通胀依旧无解 被迫加息就无法停止 这时候 美国急需与我们对话 说白了就是增够美债脱底 同时继续给美国廉价商品压通胀 可是美国明明有求于我们 却继续抓着台湾问题不放手 抓着上届政府的非法关税不松手 那当然没得谈 在中美两国僵着 美国即将爆雷的环境下 它当然只能指望加拿大 韩国英国这些狗腿都向我们撕咬与施压 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狗腿 我们能不能与他们温顺相处呢 当然可以 就是向美国妥协 用咱们老百姓辛苦劳作积攒的家底 去接盘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解除危机了 或许就让狗腿们的全费小生一些了 但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大家又愿意将自己几十年的积累一招回到解放前 只为了救美国吗 我们不愿意 那面对美国附属国群狗争宠的局面怎么破 最好的招数当然是打狗不过夜 面对目露凶光的狗群 一味扔肉送骨头 最后只会把狗冠成狼 坚持打狗不隔夜 自然能天下无狗 全部都打狗不隔夜